听到这个BGM 你会想到什么 是国家发动一技 卖全摸牌的快感 就这样吧 还是张角发动雷击 击杀地云史的喜悦 雷公助我 天下大势 唯我所控 2010年7月 三红沙发行了一个全新的团展包 林宝 这是一个设计和体验都非常优秀的团展包 这十年 三红沙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现代的游戏节奏是特别快的 玩军争 几分钟一局 都是长事 因为现在的武将输出能力可以说 是真击他爹一拳打屎太深 真击霸离谱 但说实话 我还是喜欢十年前那个风铃火山的年代 虽然这里的部分武将如今都可能登场了 但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这些武将带给玩家们的回忆是不可磨灭的 本期视频我们介绍的武将 比辣个男人还要流鼻 没错 就是孙策他爹 孙坚 如果各位借主三花沙叫完也没关系 多多军 还养了这些武将当年所在的游戏环境 就跟随我的视角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当年的表现吧 孙坚自玩台 他是一名四血一技能的武将 他的技能是英魂 孙权在公元222年正式建立无国 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 在东汉末年群凶歌剧中 为孙权打下了江东基业 孙坚在17岁的时候碰到了一伙强盗 他们抢劫完当地负伤后 正在分赃的时候 孙坚路见不平 对前方的两个强盗大喊道 你俩好像傻懒呢 你俩这嗨兄弟啊 就是那个叔和和贝塔 上去就砍死了一个强盗 吓得贼人们纷纷逃跑 当时孙坚的父亲正在旁边 对此大为惊讶 至此孙坚名声大振 孙坚这一生带领江东子弟 破黄金 讨董卓 立下了汗马功劳 要说董卓这辈子最怕的人 那就是孙坚算文台了 董卓曾摆手下 向孙坚求亲 以求情境之好 孙坚跟来史说道 董卓你是不是没有活了 你狗屁才 你这个小鼻仔的太可恨了 我就是死也要把你逮到 一灭三足 要不我孙姓倒过来些 董卓不配跟我结什么狗屁儿女亲家 把董卓来史吓得够像 人家形色是江东子弟这么霸道吗 不愧是孙家天下孙家兵啊 然后就溜了 后来在公元192年 孙坚出生攻打刘表的时候 被 最后被刘表的部下皇祖乱剑射死 十年 三十七岁 但孙坚的儿子们也是认证器 那个男人孙色有多强 就不用我多BB了 至于孙权 更是重量级 我想应该是孙坚的英灵 保佑了江东这片中灵玉秀的大地 所以他的儿子们才能承拔一方 以致三足鼎立 可能这就是孙坚的技能 名为英魂的原因吧 好的话说回来 孙坚这个武将在林宝的存在感染是真的低 甚至比梦霍还要逊色一些 孙坚在历史上有多牛逼 不用我多说 三五眼一黑他 我就不说什么了 玩三国沙 孙坚的强度还能这么低 我是不能接受的 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 到了三国沙 却不敌一个无名小将 这背后的原因令人唏嘘 孙坚好歹也是一方诸侯 为什么没有主攻技呀 如果摄影师在看我视频的话 麻烦您给我一个解释 他儿子孙策孙权都有主攻技 难道我孙坚不要面子呢吗 好多话说后来 孙坚虽然跟贾许 曹皮乳素董卓一样出自林宝 但风头全被他们出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孙坚这个将 技能强度其实并不高 进而导致了出场率较低 如果是线下玩面纱的朋友们 孙坚的出场率可能会高一点 如果是线上玩家 当年孙坚的定价可是1600点券啊 也就是16块钱 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元宝这一说 都是点券 虽然孙坚是2010年发行的武将 但16块的定价 确实不太合理 要知道 同位林宝的贾许也才22块钱啊 添8块 你可以获得一个强度更高的武将 同时还有不错的游戏体验 还免费送你个大招 更何况16块这个价格 你有比孙坚更好的选择 就比如同位林宝的曹皮 如果是火包 你的选择就更多了 像狗货 泰尔茨 大嘴 16块以内都能拿下 其实大家在面纱和网纱的时候 对游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线下面纱 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就是氛围 玩什么武将其实并不重要 即使给你分到弱的将 你也可以通过技巧 趁朋友们不注意 多摸个几张牌 发动个英姿客气 当对方没有注意你的体力值时 你也可以回复一点体力 当你被勒不思蜀的时候 你可以忘记判定 然后接着出牌 虽然我不建议这样做 但当时玩面纱的朋友们 以上操作肯定或多或少都做过 别笑了 没错说的就是你 就算是不使用技巧 选到弱将 玩得不顺心 跟朋友们说说笑笑也就过去了 但玩网纱就彻底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为了赢来的 在购买武将的时候 武将强度和游戏体验 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一点不像线下面纱 买一盒三国纱 里面有很多武将 你可以随便玩 我记得小时候当时上网 网费也都经常错不漏 有卡余额不足 请提醒他充值 省吃俭用 攒了几十块钱 肯定要买当时最强的武将啊 当时三国纱还是盛大的运营 想充值 雕袭网吧或者暴婷 买盛大的点卡 我记得当时十元点卡 我买的是最多的 最早的时候 如果你想用网银充值 还需要在充值前 在电脑上插上这么一个东西 可能年龄小一点的观众朋友们 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 如果你认识他的话 网铃最少一都有十年了 希望我的三国纱 怀旧像系列视频 能帮你回忆起 当年的那段 游戏时光 好的话说回来 看孙间的技能 不难发现 它是一个定位为辅助的卖血匠 不同于传统的卖血匠 比如郭家曹操 他们的技能是及时收益 而孙间的英魂 是得在掉血的前提下 到自己的会合 才能出发 即使孙间掉血了 有英魂空间 也有可能活泼到自己的会合 就非常尴尬 孙间看起来是一个 四血一能的武将 其实他得在三血的时候 才能出发技能效果 说白了 就是个不动白 没人打你 你就是个白板 很有可能一局下来 你一次技能都发动不了 毫无游戏体验 就像这样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孙策经常被玩家们 戏成为白板 原来他爹就是个白板 有其父必有妻子 所以孙策不冤 其实孙间要想真正通过英魂 打出收益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既能收益 以损失体力值成正比 三血的时候 可以让队友梦一气一 两血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对敌人 发动英魂了 让敌方梦一气二 或者让队友梦二气一 但一般二血英魂的时候 都是给队友放 如果对敌人英魂梦一气二 就算气质了一张牌 也不赚 因为这时候 气牌的收益并不大 况且很有可能 给敌方过出来一张好牌 即使气了两牌 他也不亏 如果是一血英魂 这时候孙策的收益 可以拉满 无论是选择给队友补牌 还是选择控敌方牌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里问大家一下 你玩孙签的时候 喜欢给队友补牌呢 还是会选择让敌方棋牌呢 在孙签刚上线的时候 能跟他形成配合的武将并不多 也就自家的孙策箱 能跟孙策有点滑血反应 在孙策三血的时候 就能跟孙策箱形成一定的配合 后来邓爱灵统发行后 能跟孙策形成配合的武将 才慢慢多了起来 孙策这个武将 现在拿出来 肯定是不能用的 即使在当年也不是强将 不动白的属性 导致他只能当配角 并不能影响整局游戏的走向 优点就是四血的身板 嘲讽低 是一个优秀的后置位人选 比如七八号这样的墨置位 前这位选出来就是坐牢 几乎没有什么用 不过而 虽然孙策在身份局的表现不如人意 但孙策却在国战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战场 在国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组合 甚至有1位2的能力 要我评价这个组合 真是曹丕老张人曲失房 真机霸强 就是孙策周太 老版本的周太孙策 最高收益 一个长到像猴 一个长到像僵尸 所以这个组合也被玩家们 戏称为僵尸猴 这个组合为什么强呢 如果残血了 你不打他吧 他可以给队友补一拨牌 或者把你拆空 你打他吧 只要周他脸不太黑 一时半会儿你还打不死 就非常无解 可以说 这就是个boss级别的组合 单挑有一定强度 在2019年 国战的孙策迎来了加强 从2体力变成了2.5体力 这就可以让孙策 选择跟一些无国1.5体力的武将 组合变成四血匠 比如四血算上香 四血周鱼 四血小桥 可搭配的优秀组合 一下子就多了不少 总结一下 玩孙策 如果有掉血机会 尽量主动掉血 这样到自己的回合 才能给队友创造收益 我只建议在后置为选孙策 还是能打出一定发挥的 但孙策的主战场 还是在国战 好的武将拼分 在拼分之前 我要简单声明一下 我们分析一个武将的强度 一定要结合当年所在的游戏环境 时归应迁 如今这些武将 大多都无法登场了 并不是他们弱 而是现在的武将 实在是太强了 比如 蒙宏忠 神国家 二元 许绍 太多太多了 但罗宾不思 只是逐渐凋零 他们当年的荣光 还是不可蒙灭的 我们的武将拼分也一样 既然是个人拼分 那就不可避免的 带有个人的主观成分 如果你的幽儿体验 又有不同 可以发弹幕 或者在评论区补充 每一条 我都会细细研究 好的 我们梦认一主二中四 反一内的 八人标准身份局 好的 我将拼分身份 是一场主攻 无血的身板 会进一步 提高阴魂的上限 但作为不动白 必并很明显 反贼方肯定会 丢下孙坚不管 先处理忠臣和内奸 最后围观孙坚 毕竟孙坚的定位 只是一个辅助 非常依赖 个人能力较强到忠臣 带他起飞 孙坚作为飞主流主攻 只能说 算是一个一般的选择 五分满分 这确实是一个 可行的选择 但说实话 当中反 都不过是团队度流罢了 总局游戏都满血 当白板的孙坚 并没少见 五分满分 我会打1.5分 内奸 虽说四血 可以给孙坚 提供一定的血报空间 但想控场的时候 必须得卖血 才能说法阴魂 控场能力和 单挑能力都很差 即使进入了 跟主攻单挑的决赛圈 也很难打赢 多一体的上限的主攻 五分满分 我会打1.5分 孙坚的综合分就2分 不知道各位 会打几分呢 有埋伏